財經大師一把抓 輕鬆理財我最行 觀眾大家好 我是謝麗文 歡迎收看財經新世界 520就要到了 根據聯合報5月14號的民調顯示 將近六全的民眾 希望總統馬英九 未來三年優先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憑經濟 行政院長江一話說 悶經濟 經建會主委 管中銘也擔心 全年的經濟成長率 要超過百分之四 已經越來越難了 我們今天請來兩位財經專家 為臺灣的經濟把脈抓藥方 首先我們先來歡迎 臺大經濟系的教授林向凱 林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我們歡迎是臺灣經濟研究院 景氣預測中心的主任孫明德 孫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剛剛提到 江院長說臺灣經濟悶 這個話說完沒有多久 主持人就公布了第一季的GDP 大幅下收到百分之1.54% 真的是數字會說話 臺灣經濟似乎是蠻悶的 不過為什麼悶呢 先來看我們的報導 老闆大聲叫賣 但上門的客人沒幾個 當熱鬧的臺北西門町 客人也是直逛不掏錢 如果用一個字形容臺灣經濟 你會怎麼說 如果說有什麼字可以形容 我們所有的業界 跟人民心中的感受的話 那就是在經濟發展上面的一種悶 悶嘛 大家好好去做吧 那悶就是要突破嘛 4月中行政院長將一話有感而發 說臺灣經濟悶 企業大佬跟著喊悶 但沒想到還有更悶的 4月底主機總處公佈第一劑GDP預估值 原本預估3.26% 卻大幅下修到1.54% 我承認我完全沒有預期到 明天消費會少這麼多 現在因為明天消費少掉這麼多 現在幾乎變成說我們未來三劑 每劑平均要接近5% 我才可能達到那個GDP 能夠成長波斯 那以目前情況來看 我相信會有的還有機會達到 但是要連這三個計都達到 事實上是會變得非常難 難以達成的是管中敏上任時說的 經濟黃金交叉 也就是經濟成長率突破4% 失業率低於4% 但現在GDP只有1字頭 管中敏認為GDP下滑 最大原因使民間消費疲弱 股價都在漲 你原物料都漲這樣子 總會部門 收入沒有增加 這是很平常的 那你支出越來越多 那你當然會縮減消費 現在電費一些通膨漸漸在上漲 一些上班族 一些家庭族 他都會考慮他的荷包 該花的才花 經濟們 民眾更悶 薪水沒有漲 但吃的用的漲個不停 物價年增率 加上居高不下的失業率 這兩年來臺灣的痛苦指數都破6 民眾較苦連天 但政府卻對經濟成長依然樂觀 我們會推出一些 短期的振興經濟措施 來搭配去年 陳前院長所提出的 經濟動能推升方案 那這樣子一來 我們相信今年還是 應該可以創造一定的佳績 那麼在年度還沒有結束之前 我們都會全力以赴 我們也希望能夠達成寶山的這個目的 這樣一話喊出權力拼經濟 管中民也承諾這個月就要針對 促進民間消費提出方案 府院密集召開財經會議 能夠端出什麼牛肉振興消費 備受期待 雨天TV綜合報導 政府現在為了要提升消費力 端出了第一盤的政策牛肉 鎖定的是車室 我們先來看這張圖表 如果說您的家裡頭 有15年以上的老車要換新車 每輛汽車可能會有3萬塊的補貼 機車也會有4000塊 不過這個方案可能只對 部分的民眾有幫助 只是現在大家對於經濟環境 感到悶的原因 其實都不太相同 我們來看一下 《經濟日報》的社論整理的資料 這個悶的原因有哪些呢 勞工悶 工資很低 工作難找 家庭悶的是房價高不可攀 而要為台灣投資的企業也可悶 批評台灣有太多 不合理的投資障礙 我們馬上就來請教兩位來賓 兩位覺得經濟悶 最主要原因會是什麼 教授您怎麼看 我想台灣社會整體的一個教育 就是薪水不漲工資 工作難找 所得差距擴大 其實經濟會在或是主計處 在他的新聞稿裡面 他講 他也知道這個民間消費 是因為實質工資不漲 但是他不太去再深入了解 為什麼我們的薪資在最近很難漲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政府 不管是現任的或前任政府 太相信這個海外生產 他認為廠商需要到國外去採取 這個複製過去在台灣成功的 這個壓低成本的策略 就讓他去 結果海外生產比重一高 海外投資更高 海外投資高 那我就在台灣的工廠 官場協業不必轉型 所以整個勞工 他的工作機會在縮少 但是因為另外一方面 海外生產的帶來的海外投資 增加以後他的廠商的國內投資相對不會增加 因為他不需要轉型也不需要升級 所以他也國內投資減少 所以我們現在國內投資 大佔GDP的比例大概比韓國少了十個百分點 所以沒有投資你要想有新的工作機會也困難 所以新的工作機會增加不多 舊的一直在流失 那勞工面臨的就是薪水很難漲 那薪水難漲 加上馬政府在去年 那國營企業他帶頭 油電雙漲 那碰到我薪水不漲 價格一直在漲 物價一直在漲 我現在敢消費 我也沒能力消費 再加上國際經濟的整個景氣 其實復甦的不確定 我想很多消費者他更不敢 這個時候做太多的消費 對啊 那主任你怎麼看 現在有人說 包括官方認為說 我們現在GDP第一季 預估還要下修了 那就是說可能會認為說是 包括剛剛提到民間的消費 不夠旺盛 另外還有部分是出口量的下滑 你怎麼看 我想古時候的人運氣不好 就去測字 所以悶這個字可以拿來測字 它上面是一個門 下面是一個心 那門代表的是什麼 我們臺灣現在產品消不出去 或者有一些門是沒有打開的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最近的很多的商品 像我們的手機 像我們的電腦 這些以往我們過去十年 刺炸風雲的重要的產品 最近感覺起來 受到國際的競爭 慢慢的它的競爭力在下滑 那第二個是裡面有一些新 那我們現在的政府常常是有新 他推了很多很多的政策 我們從二零零八年的愛台十二的建設 一直到最近的自由經濟示範區 事實上提了很多政策 但是這些政策有沒有落實 還是你只有心沒有行動 如果你只有心沒有行動 我們再一關起來就是一個悶字 又淪為口號這樣子對不對 現在看起來江院長他認為說 希望剛剛提到說 他們都認為說對第二季的表現 是可以比較樂觀期待 甚至覺得說今年可能GDP可以保散 兩位怎麼看 教授你怎麼看 我認為保散很有困難 因為我們的民間消費 假如薪資在政府沒有辦法有效提升的這種狀態下 民間消費過去是民間消費 還好維持一定的水準 現在民間消費假如沒辦法起來 我們的國際 我們的商品的出口 因為太過集中 少數幾樣商品 這少數幾樣商品的市場競爭力不夠的話 那你大概像HTC那些 你一出問題 你大概整個出口出問題 第二個更重要 我們過去帶動我們出口的是 因為臺商在中國生產需要的半成品原物料 零組件都是從臺灣出口 但是現在慢慢臺商或是中國國內的廠商 已經在中國已經形成這種 他也會自己生產半成品原物料機器設備 所以他已經取代臺灣的出口 所以這種情況下 我假如我們沒有辦法有效的提升出口 出口現在還是要看國際經濟的形勢 國際經濟是假如沒有回穩 然後你薪水有沒有辦法提升 那寶山我覺得應該是不可能 不可能 主任你怎麼看 目前大部分的國際預測機構 預測臺灣還是在三以上 包含這個月像我們看到一些 像新加坡的一些投資預測機構 像昨天的一些國際性品機構 我們臺灣還是在百分之三以上 最重要的理由是我們的投資 剛剛林教授這邊有特別提到 投資會帶動一些我們臺灣的就業 我們臺灣大概在二零零四年 二零一零年 還有今年是我們投資 比較旺的三個 三個年度 所以今年如果投資能夠撐住 後面再帶動就業 帶動薪資的話 我們今年保三還是有希望 可是看起來薪資如果要調的話 有那麼容易嗎 趙總你怎麼看 不過我們都講 像這個薪資是市場來決定 但是其實不盡難 你看看德國 德國最近去年 他就是要跟歐盟其他國家做個示範 就是說你要振興經濟 事實上不需要花太多預算 因為我們他的說法很清楚 就企業過去享受政府非常的租稅優待 很多的預算的補助 很多的補貼 所以他這個時候要回饋社會 我覺得我們也很清楚 我們過去我們的企業 他享受了各種的租稅優惠 各種開放的一個好處 那其他的社會的成員 你受到了相當的傷害 所以這個時候 我覺得政府就要求大企業 帶頭調整薪資 我覺得這個做法就是很清楚 一個有社會責任的企業 應該怎麼樣 應該在享受政府的各項的優惠以後 他要回饋 適度的回饋 這個是最直接的方法 不然你要等到什麼時候 因為現在企業都有海外出走的選項 你跟他講我要改善這個勞動條件 他都跟你講我要出走 我覺得政府這個時候需要介入 政府不介入 你要讓市場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想那我們台灣的薪資 在這種全球化 海外生產比重那麼高 要升很困難 好 我們了解了經濟悶的原因之後 下段節目我們就要繼續請兩位 經濟專家為台灣的悶經濟來抓藥 提出具體的建議 從來未完略的保存 我還是會喜歡 な這個你想不可以 就請教會 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